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火爆的政坛话题 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 因为蓝绿刚好两两桌队厮杀 许巧新一句话震撼 来看什么议题呢 好 相信这个画面大家很熟悉了 最近许巧新因为 他的这个大姑丈 还卷入了这个大姑夫妻啦 卷入了这个诈骗案 那当然外界就绿营的侧异 就是逼他一定要下台 说你过去的标准 你现在应该下台辞职 那当然也看到了 他是倒在了这个傅昆奇的怀里爆哭 来看到他跟谁掀起了大战 好像跟他有世仇 就是这个黄杰过去就吵过 这次又再掀起了战火 好 我们也用时间轴 告诉大家两个人在吵什么 那黄杰当然他的诉求就是说 以你徐晓星 你过去立下的标准 身处诈骗世家 你就应该辞职下台 那立刻被徐晓星回击说 他在哪个时空有讲过这句话 那反击这个黄杰是脑子有问题 黄杰怒了 限期24小时之内道歉 否则就提告 徐晓星更呛辣了 他说绝对不会跟绿杰道歉的 你要告就快告 不用等24小时 他就说坐等法院认证 你脑子真的有问题 徐晓星当然也解释了 他说他并没有 无法去干涉亲戚要做什么 可能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与他无关 他并没有卷入 却要承担相关的压力 他认为这实在很不公平 今天甚至还说出了 这个是内心话吗 他说现在他已经迷惑到 有婚姻这件事 坦白说都有点后悔了 而且今天的消息是 当时他倒在傅昆奇怀里 暴哭的时候 老公就在一旁 那他说老公事后对他讲的 第一句话就是 真的对你非常抱歉 我家的事结果害到了你 那他也解释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暴哭 倒在傅昆奇怀里的一个画面 他说因为当时他明明是要去花莲震灾的 结果媒体就是一直拿这件事 来追他打他 那他听到傅昆奇罗志强 就在旁边等待 然后看到他对着他说没事 而这两个字就让他理智现断 当下情绪就溃提 倒在傅昆奇怀里暴哭 说了老公就在一旁全程观看 那刚才不是说到 他要求这个黄杰 不用等24小时 要告就去告 黄杰今天说呢 今天会提告 不过今天已经下午的五点钟了 可能我们再等等看 会不会真的有提告的动作 他说已经在 请团队来进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现场 拜托一定要来告 我一定要看到 法院认证脑子有问题 因为黄杰脑子就是有问题啊 不然怎么会凭空想象出 不存在的徐晓星 跟不存在的徐晓星的发言呢 记忆里有问题吗 脑补吗 幻想吗 我不知道是哪一种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一个政治人物 只要他的任何一个家人犯了罪 他就全家都要负责下台 所以拜托 要告来告 我们让法院进行认证 在过年期间 公公婆婆要全家 一起吃一个团圆饭 小姑在 老公在 然后呢 她在你旁边 发了一个脸书 那你说你要都装作 没有看到 我还是有点求生欲的吧 我在来那个时候 她也没有涉入到诈骗啊 所以我不明白耶 就是这个是想要表达 什么意思呢 今天就会请团队来进行处理 看得出来她跟大姑非常好嘛 包括说她每次选举的时候 大姑其实都声援她 支持她 也都有跟她有实质上的合作 这么至亲的人 受到家暴的侵害 但是她都可以这样 大义灭亲 然后跟家人不闻不问 然后甚至是这个家人 过去也非常的支持她 那这么无情无义的态度 我认为她其实是一个 非常失格的政治人物 许小新有100万的金流 在这整个诈漆的案件里面 可是到现在许小新对于这件事情 还是说不清楚 她现在应该要做的是 赶快自证清白说 我这100万跟诈漆案并没有关系 她的100万虽然被借去 在卷入这个2700多万的诈骗案当中 但是这100万的金流 绝对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所以她其实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去自己说明清楚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用一些什么爆粗口 一下爆哭 然后一下对别人人身攻击 来转移这整件事的焦点 好那许小新喊话黄杰说要告来告 还说到现在绿营侧仪还在扯 她帮大姑垫付贷款100万元 没有出现在财产申报资料上 许小新怒轰 诈骗集团合作的对象向来都是塔绿班 这已经不是连连看而是随口胡说 连温朗东都要下车了 他想问黄杰你还要在车上吗 今天就连温朗东自己都想下车了 温朗东的脸书自己清楚的写道 他也知道许小新没有涉及洗钱 也没有涉及诈骗 只有立法委员黄杰还搞不清楚状况 以为有一个100万的金流 请问黄杰是在质疑银行在进行洗钱的业务吗 如果你敢质疑你就大声的说出来 不要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连最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 连胡乱的寒沙摄影都没有底线 这不叫连连看 这叫随口胡舟到处造谣 涉案的公司是哪一家呢 是民进党员aka郭真慧的团队被赖会员指控的网军 顾立雄的合作对象林于伦 他所开设的东陵公关顾问公司 我跟这一间被检方所调查的公司 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合作往来 反而他其实这家公司是有捐钱给一些政治人物的 至于捐给谁你们自己去查 但但反正跟我无关 所以如果今天要真的连连看 林于伦他是现在被检方调查的主要标的 包含了他的公司 他所捐款给无配议委员的政治现金 在每一次他选举的时候都有提供 那请问那笔钱要如何证明不是赃款 真的要连连看的话 今天要出来澄清跟说明的是民进党 反而签了三天四天 完全没有一条线能够签到我的身上 连温朗东都下车说他要出国旅游了 黄杰你确定你还要继续待在这台车上吗 好看完了许草新黄杰的大战来看呢 蓝绿捉队厮杀的另一对是谁 就是国民党立委王鸿威 还有民进党籍的立委王世坚 在炒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台北市的市定古机建国啤酒厂 六年前他原本的计划是要变更成这个啤酒文化园区 那之后呢用途急转弯突然变成了台北科技大学的用地 那民间团体现在指控 居民指控认为是这个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还有政务委员张景森的介入 才让土地用途急转弯 一方面称用地不足 结果呢还不断的把这个校舍出租商用 这个是台北科技大学 如果经过这个精华地段 这个中校东路那一带应该常常看到 好几栋都是台北科技大学的用地 那民间团体就不满了 你校舍一直说缺地 但是呢又发现你很多的地都拿来出租商用 赚了很多钱 所以呢现在又要让古机割地来作为你 可能有的商业用途 怀疑这是挂羊头在卖狗肉 好王宏威他呢 这立场当然是反对割地的 他说反对黑箱作业 他也是点名政文灿 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 以一个人的意志 接受了北科大校友会的游说 推翻之前的规划案 大学校舍全台都有 但是百年古机现在就只有一个 就是建国啤酒厂 他认为不能牺牲 不能割古机去给学校赚钱 但是呢今天先起大战的 就是这个立委王世坚 他的立场是赞成割地的 来听他怎么说 历史建物保存固然重要 大家要尊重 但是他认为不能无限上纲 这句话有没有失言 大家可能自有公平 我就原话他的讲 讲法说法我来念出来 他说台酒还有超过20个工厂 两件事 政府是不用担心的 什么第一件事是喝酒 第二件事就是赌博 他还说推广啤酒文化很好 但这件事是酒醋妹的责任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好这番话让这个反对割地的里长 听不下去了 直接跟王世坚当场杠了起来 王世坚怒吼 我在地啦我在地的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感觉是有一点失控的场面 知识派反对派双方为了台北市建国 啤酒厂是否变更为北科达用地 在内政部营建署大门前抗议 布局外面闹哄哄 里面也吵得凶 立委王世坚和当地反对派里长 场内互呛就是因为这番言论 两件事不用政府担心 第一件喝酒第二件赌博 人民自己会推广啤酒文化很好 大家有看吗 一阶资格 建国医院长一阶资格过去 长安东路是啤酒一条街 要推动啤酒 那是酒醋妹的责任 由中央也就是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蔡先生 他一人拍板定案 而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今天的都审会 是根据都市计划法第27条 也就是配合国家重大设施 而做的进行变更 可是请问大学校设是重大设施吗 百年啤酒厂的活骨鸡只有一个 毕竟早在2018年 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同意将建国啤酒厂 骨鸡改建为文化园区 内政部也审议通过 但郑文蔡去年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后 却禁字撤销原案 更为大学用地 而盘兼北科大在台北拥有多笔土地 其中易光大楼 国际先锋大楼 城樸大楼 绿光庭园 都有作为商业用途 因此让反对方反弹 难道要谋商业利益 当时台北下去就有27档的建筑物 他们要租金大概有8000万的预算收入 尤其赶在520前 行政院内政部要冲促完成这项审议 也不免让反对方质疑这背后动机 藉林俊峰 陈欣益台北采访报导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